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茶老将香酒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为马了解一下 我们日本之旅 那么还在征集 参与的都有过程 喜欢的话那就少少为马了解一下 谢谢大家 今天的读报时间 法广 美国太平洋空军正式将重启 二战时对日投原子弹的 天宁岛北机场 这是星条旗报 27号的报道 美国空军正在让二战时 曾对日本发动原子弹 把轰炸了岛屿机场 重新投入使用 此举正在美国空军的寻找 可以在暂时分散 他的太平洋部队的基地 德国之声 朝鲜的官媒说 金正恩正在下令 军方加速战争准备 朝鲜的过去几个月里 持续划射间谍卫星 试射导弹 面对来自美日韩的施压 金正恩27号宣布 要加强给美国的战争准备 这个时候 韩国的首都 则举行演习 为朝鲜潜在偷袭 可能做好准备 明报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昨天27号 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刘石泉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董事长吴燕生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副总经理王长青 全国政协委员 资格的认定提请 第五次常委会会议职议 我们会有个专门节目 来分析这个人事的变动 这次被免去政协的职务 很可能卷入了火箭军 采购腐败窝案 牵涉到李尚福 那么前航天科技总经理 现任的航天科工董事长 袁杰也深陷其中 金融时报 地缘政治紧张 局势加剧 导致全球国防订单激增 这里面的全球最大的 军工企业的订单量 短短两年内成长超过10% 如今接近是历史水平 这是英国金融时报 这个报道发现 截止2022年年底 它的订单有两个 美国最大的承包商 美国最大的承包商 英国备夷系统和南韩的 韩华航天航空 15家的防务集团的分析 高于这个订单 高于两年前的712亿美元 而现在已经是776亿美元 7776亿美元 德国自身 德国今年的武器出口 创历史记录 乌克兰战争导致了 德国武器政策 出现重大变化 德国政府已经批准了武器出口 达到了创纪录的 117.1亿元的欧元 其中三分之一流向乌克兰 好 华尔街日报谈中国经济 特别是货币 中国是如何管理人民币的 它的政策影响怎么样 人民币的汇率不仅对经济很重要 在政治上也意义重大 在国内外的很多人看来 人民币的汇率也反映出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华尔街日报有一个专栏文章 谈到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正在悄难攀升 中国资产经历了不堪回首的一年 但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支付选项的地位 却在水涨船高 人民币的全球使用量的激增 可能会使未来西方制裁的影响更复杂化 法广谈到了美国 美国公共养老金 在中国拥有大量的投资 这是根据美国一个新闻 英文网引用了 亲民主贸易倡导组织 叫未来联盟的报导 截至今年的6月30号的过去三年中 美国公共养老金 以及中国私营实体 投资了680多亿的美元 华尔街日报 中美关系的发展 为什么常常出人意料 看看今年和2001年 美中之间发生的事情 你可以发现 两国的情绪变化有多快 加州大学的尔湾分校 历史学的教授 华智坚 总结的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 很长 这个我们略其不谈 纽约时报谈到了新关系的问题 新关系要严厉惩罚中国 这是特朗普的2025年的贸易议程 特朗普这个贸易议程针对性 当然不仅是中国了 他怎么样呢 他准备就是几乎所有的进口商品 征收新关税 他在冒着疏远盟友 引发全球贸易争端的风险 拜登政府保留了川普 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 但是特朗普可能会走得更远 他试图强行拆散世界上 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而这两个经济体过去 丢着去年的商贸 往来是7580多亿的美元 他要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限制 严厉惩折中国和所有其他 不当对我们的国家 川普如果当选以后 中美关系在贸易的领域 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 这一点呢 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准备 202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 5363亿美元的商品 将中国出口了1540亿美元的商品 川普的贸易战可以估计代价高昂 美国之音 这是吴国光的一篇时事分析 闹鬼的中国向何处去 这个标题比较敏感 其实谈的就是最近呢 在对邓小平和毛泽东的 缅怀问题上一些轻重 也就是他认为呢 今天的中国当局 给毛泽东烧香磕头 无非是借毛泽东的鬼魂之力 来强化升级习近平政权的极权主义 他讲的毛泽东时代 几亿人吃不上饭 不能说话 不准哀声叹气 那么目前来讲 第二点第三点都做到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显示 旅大领袖的不忘初心和战略定力 要全面做到毛泽东时代一二三 那么这个问题 他就认为毛泽东时代 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 而邓小平旗下有两股的力量 这个两股力量 就是要求隆重纪念 45周年的改革开放 但是声音不小 那么也有人提到了 实事求是的问题 这个旗下改革开放 有很大的力量 这力量之大 有两个社会群体的意愿 一个是群体 是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中的权贵 这个群体有很多毛粉 因为他们知道 这难以生存发架的 中共体制的根子砸在毛泽东那边 不是习近平给的 那毛泽东那套 他们认为也是他们心仪的 所以呢 这个来讲 最大的斗争对象 习近平针对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也想 也想借邓小平来压制习近平 另外一个群体的更多的老百姓 他们正在吞咽习近平 搞垮中国经济的酸苦的后果 疑似乎把还农经济的梦想 投射到邓小平 甚至江泽民朱镕基身上 那么这里面出现有四条道路 四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的建设 毛泽东的极端的专制 第二条道路通往毛泽东的普遍贫穷 第三条道 梦回邓小平的权贵专制 第四条线以邓小平的 愚民物质主义 那么这里面就谈到了一个分析 当然对今天的习近平来讲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关键准则点 亚洲自由电台谈到第一财经 第一财经和报道说 中国将近十亿人月收入2000元以下 文章一登热收马上被删掉 这是据财经周刊那个社论 重温实事求实思想路线 这里面又有文章被404 这就是著名的分析师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在第一财经周刊写的上山荣意下山南 这里面讲到一个需求面看经济 在中国现在越收入2000元以下 人口越为9.60亿 结果干掉了 马上散掉了 对中国经济应该怎么看 现在有两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是说 避孕套的销售量急剧的下降 没有心思做爱了 做爱也不用性生之趣 而可能用手搞不清楚 第二个就是医院的数据 去医院看性病的人减少了50% 没有钱去消费 也就没有机会去得性病 这个消息当然我们就会觉得有点耸动 当然也是一个很值得 我们关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 那么吴国光那一点的情况来看 就谈到了最近关于毛泽东的纪念问题 当然他有他的一个角度 那么将近十个亿的人 越收入2000元以下 这是一个很耸动的数据 当然这个评论触碰到了铁板 那很多很多这样的跟进 还有一个纽约时报 就跟进了中国放宽 理议中的网游新规吗 这个前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文章 也分析了这个股票下跌的问题 那么这到底会不会管理办法的影响 是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其实也不一定 野村银行的分析师都认为 这些管理办法可能的相当程度上 削弱了中国影片 游戏公司的赚钱能力 那么这里面据说截止的是 1月22号没有一个结论和定见 法广谈到了普京 俄罗斯跟印度的关系 普京邀请莫迪访问俄罗斯 俄印的联合武器生产方面 取得进展 这个中俄关系 印俄关系 中印关系 这以后可能也是中国周边 战略安全一个隐患 那么这些东西来讲 俄罗斯是印度可靠重要的伙伴 是印度外长苏杰生说的 法广谈到日本媒体说 习近平跟岸田文雄 就近在会谈时不愿意解决 中日争端问题 这是共同社的一个说法 德国之声谈到了台湾的选举 台湾人不会接受和平统一吗 奈清德阵营的发言人 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一个访问 美国之音 有一个新闻标题是这么写的 最强的红色助选员登场了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在观例毛泽东的讲话 纪念讲话 他说台湾大选前 习近平在喊 祖国必然统一 美国之音 美国主要媒体指控AI的首例 是纽约时报控告 OpenAI和微软侵权 很有意思 在传播协和新闻传播协理论里面 纸媒和电子媒体 对AI的侵权的控告 这是应该说是第一例 原因是 OpenAI和微软创建的人工智能模型 使用了数百万篇 领约时报受版权保护的新闻文章 来训练生成式的AI聊天机器人 而这些机器人又回过头来 跟纽约时报竞争可信资源来源的地位 要命打架 这个诉讼标志的美国主要媒体 开启新力 那么这凸显了新闻机构 在过去一年中 对生成式的AI衍生的新闻 金融和法律影响的质疑 据说提出了数十亿美元的法定 和实际损害的一个诉讼费用 很有意思 这个在新闻传播学理论 这应该是一门课程的一个教案 那么好了 我们来看看亚洲自由电台谈到了 根据亚洲自由电台的统计 香港政府今年平均每一个星期 就有一次向西方表达强烈不满和谴责 那么这里面当然讲了很多了 就是2023年 大家经常看到这些 由特首到高官的战狼式的回应 近年香港对外关系的特色 用的词很多都是大陆的语言 似可忍 孰不可忍 赤之以笔 信口磁房 蛮横无理 凡事左三分也就没有办法 他必须要这么做 《华尔街日报》收到最多港府驳斥的信件 当然还有一多很多这样的文章都谈到问题 那么邓平强三度说 美国为黑社会引起画篮 当然美国干脆把你当成境外敌对势力 以牙而还牙 哔哩啪啦哩大堆 战狼式的回应 其实对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是不利的 但是他们就是乐此不疲 没办法 要讲给北京听 我们跟你们是一伙的 好了 亚洲自由电台谈到了 现在中国大陆连关将近的欠心潮 他举了两个例 四川医生集体跳楼讨心 四川隋陵中医院的十多个医生 集体跳楼讨心 还有一个就是以跳楼方式讨心 结果又搞得很紧张 还有一个就是汕头 汕头现在来讲就是 也有这个欠心的问题 欠心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 汕头是出现涉及欠心事件 这是汕头有自己的当地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当地最大的城中城城挫河多日 没有人清扫垃圾 因为欠心没有办法清扫 这个事 也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月内 江苏天津广东等经济大省 因为财政枯竭发生公务员公交系统 员工欠心减薪 河南江西广东等地的工资人员 被迫要追还还给了政府追讨 过去发放的奖金和福利 但是现在中国好像逐渐进入了 全民减薪和欠薪的新时代 这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首先第一 三位超大型的军工企业的第一把手 齐齐被取消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 意味着军工总装 战略资源部队的火箭军 大面积贪腐的船员 已经获得了证实 第二 俄欧战争以哈冲突 进一步刺激了全球性的扩大军备的需求 这也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一个值得注意的序幕 第三 对习近平推高纪念毛泽东 和圣诞毛泽东的现象 吴国光座的分析 那个题目会让很多人不适应 但是说从对现象的剖析观点 能难值得我们来推荐 第四 港府香港特区政府 已经成了对美斗争的最前线 我们对一左二载 冲击香港困扰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担心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事实的举证 第五 大陆经济继续下行 对普通公务员和老百姓的影响 势必会越来越直接 这一点掩饰是掩饰不过去的 避孕套都很少人买了 性欲都振兴不起来 如何振兴经济呢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这边是碰来的 老杨到处说 告诉你 老杨是碰来的 你不证刺